嗨我是蜜塔 今天又是聊天片啦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讓我人生過得更快樂的 三個轉念想法 其實我之前蠻長一段時間 過得非常的悲觀 覺得人生很難 人生到底為什麼要活著 覺得很不快樂 後來我看了蠻多的書還有文章 我整理了三個轉念想法 這確實就是幫助了我 也改變了我許多 所以今天想要來分享 給正在看影片的你們啦 首先呢第一個轉念想法就是 接受現況或是改變現況 我常常會聽朋友對我抱怨工作 抱怨生活或是抱怨男朋友 但其實這些問題呢 大多都是可以被改變的 因為我常常在聽完之後 就給朋友一些意見 他們都會和我說 可是...但是... 有發現嗎? 有時候問題呢 不是因為它很複雜很難解決 而是因為你不願意去改變 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 就是自己甘願被問題困住 而不是這個問題真正的困住你了 那如果你說 我就真的不想改變現狀呢 我就是為了錢所以沒辦法離枝 我就真的很愛我男朋友 所以我不想跟他分手 那你就接受現狀 然後呢 試則在其中找到其實 沒那麼知道的地方 享受自己的選擇 並且找到另外一個出口 但其實呢 我覺得改變現狀雖然很難 也許還要經過一段很痛苦的斷舍裡 但是其實通常改變現狀後 會比接受現狀還要來得快樂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比較贊成 就是鼓勵大家有感的去改變現狀 第二個轉念想法 其實有點揭去上一個 就是當他有選擇的時候 就不是最壞的狀況 人生呢 我們會遇到很多艱難的抉擇啊 那這些抉擇之所以困難呢 往往是因為我們選擇了之後 會失去一些東西 但其實呢 我們都是放大那些我們會失去的東西 而忽略了那些 我們因為選擇而得到的東西 我還記得我前一份工作 我一直很猶豫要不要離職 甚至離職後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我都非常的不快樂 因為這份工作呢 是很多人嚮往 很多人想要的工作 所以離職後呢 我也一直在看我失去了哪些東西 導致我非常的不快樂 後來我終於想通了 我還有選擇可以選 我還有路可以退 就代表其實我還是幸福的 後來呢 我就畫出了一個表格 如果我離職得到和失去了哪些東西 那如果不離職又會得到哪些跟失去哪些東西 結果我發現 其實呢 我離職得到的東西 比我沒離職得到的東西還要更多 而且也是我更想要的 那我到底在不快樂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一直在糾結我 因為離職所失去的那些東西 所以呢 當你陷入比較困難的選擇的時候呢 你就好好想 兩個選擇的好與壞 哪一個比較是你想要的 哪一個比較符合你的期望值 畢竟在人生呢 每一個選擇都是需要付出代價和失去些什麼的 不可能就是什麼通通都得到 所以呢 你要好好看你自己手上擁有的什麼東西 就會發現其實 真的沒有必要就是這麼不快樂 然後這麼的糾結 最後一個轉念想法呢 比較生活化一點 就是要做就開心的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個狀況 但是在我的學生時期其實還蠻常發生的 像是父母啊 請你去買早餐 曬衣服 或是朋友請你幫忙做些什麼 我內心其實不想做 但我還是會去做 我就會擺一張臭臉啊 或是語氣不好 心不甘情不願 邊做邊抱怨這樣子 那我覺得呢 這樣的情緒是非常沒有必要的 因為你邊做邊抱怨啊 你做的也不開心 對方也會對你的感謝程度就是沒有這麼高 甚至還會開始數落你 那你乾脆不要做 為什麼你要做這麼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 在男女朋友身上其實也很常發生這樣的狀況 例如你女朋友要求你去載她下班 然後你非常不高興的很不爽的 然後去載她下班之後呢 還被女朋友罵說 叫你來接我下班 然後你擺個臭臉 什麼意思啊 結果也吵架 那你乾脆在家翹著腳 然後跟她吵架不就好了嗎 為什麼還要跑出去 然後才是被罵了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既然選擇了要做 那你就開開心心的做 你會發現其實你幫助別人過後 得到別人就是一聲很真誠的感謝啊 你自己心裡也會很有成就感 也會很開心 這件事好像就沒有這麼討厭了 又或者你一開始就選擇不要做 以上呢就是讓我變得更快樂的三個轉念想法 那其實呢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可以都做得很好 我也是經過了許多的練習 然後一直提醒自己 才漸漸的把這三個想法變得好像是 就是我的個性一樣 然後也真的覺得人生變得比較快樂一點 那希望這支影片也可以幫助到你們 更多即時動態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